台灣這邊有一個關鍵詞說 你不可以以美論喔 你只要對美國提出任何的 像覺得說跟台灣利益不一樣 你就是以美論 蔡政府說你就是以美論 賴信德說不能以美論 台灣智庫的諮詢委員董立文說 俄屋戰爭對中國大陸的歧視 就是要想盡辦法斷絕台美所有的關係 因此大陸全面的要發動以美論 原來台灣有一些懷疑美國聲音 都是中國大陸發動的以美論 然後說認知作戰的這一套組合權 三段式論述包括美國人不會來 蔡政府沒準備以及國軍沒能力 我覺得這個叫什麼董立文啊 他自己才是認知作戰 他很標準的就在進行認知作戰 我從來沒有移過美國 我是肯定美國根本不會來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這件事 因為事實就擺在眼前嘛 如果會來的話他為什麼不去烏克蘭 美國連烏克蘭不去為什麼他會來台灣 都打一年了 對啊什麼道理我完全看不出來 認為美國人會來的你要跟我解釋清楚 為什麼美國人要來 如果美國人要來的話 他會跟你去在那邊打巷戰 他會只給台灣刺身標槍 他為什麼不給我們F35 為什麼不給我們神盾艦 為什麼不給我們最新式的武器 距離台灣島之外呢 所以一切都顯示 美國本來就不會來啊 那美國本來就是要讓台灣去當炮灰 想盡辦法去拖住解放軍而已 所以這什麼好奇怪 那我也沒有在懷疑說 蔡英文政府沒有準備 而是蔡英文政府現在其實已經變成了美國人的傀儡 他現在你看又搞這個全民動員法 然後呢又延長兵役 這一切你以為是蔡英文政府主動做了 他當然知道會影響選票 這是美國爸爸逼著他非這樣做不可 所以他必須要這樣做 那蔡英文配合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一方面因為美國人要求 所以我就把這個已經成封了全民動員法 其實這個法早就有了 只是過去一直沒有在做而已 那現在就是直接拿出來就準備要實行了 另外一個這對他有很大的好處 因為這個法可以前置言論 這個法可以把媒體全部管束住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他有了這個法之後 基本上就跟戒嚴一樣 他剛剛幹嘛就幹嘛 所以這個對他選舉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在美國爸爸的要求下 對他選舉也有幫助 所以蔡英文才會決定這樣做 所以現在蔡英文其實已經不是台灣的總統 他基本上就是美國的一個傀儡 美國人叫他幹嘛就幹嘛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的領袖 已經不是我們台灣人的領袖 他是美國人的部下 那在這種狀況下 大家還要再聽這個人的胡說八道嗎 然後誰是真正的側翼 誰在進行認知作戰 就是這些所謂什麼亂七八糟智庫出來的人 老實講 這一些人正在配合美國進行認知作戰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一種狀況 台灣已經在被美國掏空當中 而且台灣人正在被美國引導的走向兩岸對撞的不歸路 對啊 美國的利益真的跟台灣利益會是百分之百一樣嗎 這當然是一個大問號 比如說台積電是台灣的所謂的護國神山 就被硬生生很多重要的晶片的 都跑去美國去了 這個不能夠以美嗎 另外賴老師你怎麼看 那到底美國會不會來呢 冰哥說他是完全沒有以美啦 就是不會來 但是呢美國民調也是很寫靈敏啦 來看到拉斯穆森報告的民調說 一旦台灣遭到中國大陸入侵的話呢 46%的美國人反對派地面部隊協防台灣 42%是贊成的 76%支持對大陸實施經濟制裁 所以搞了半天頂多也只是經濟制裁啊 我們問一個很簡單而理性的問題 美國如果要介入台海的戰士 他準備要花多少錢 因為他面對的是14億的中國大陸人 GDP已經跟他快接近了 七成多 但是實質購買力已經超過美國 那我們一般研究國防的 我們都知道我們看的是實質的購買力 而不是看的是民意的購買力 因為實質的購買力 才是真正的國力 我不要再解釋實質購買力 觀眾朋友看一下 再谷歌一下 好 谷歌一下就可以 好 那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來講 嚴格上來說已經超過美國了 科技能力還不行 軍力美國還是具有優勢 可是區域間的戰爭 中國大陸佔有地緣的優勢 因為是在中國的家門口打 不是在美國 好 所以我才會問說 美國要準備多少錢 然後準備要死多少人 要派多少兵力 你的飛機要怎麼飛 你的船要怎麼跑 你才能夠進到這個台灣海峽 這個海域裡面來作戰 那在運送的這個過程中 你準備要消耗多少 不管你從關島過來 你從日本過來 而關島跟日本跟夏威夷的軍事基地 都會被中國大陸列為打擊的對象 那在這樣子會被列為打擊的對象的情形下 你能夠保存多少戰力 那你這些戰力海軍空軍 移到台灣來還剩下多少 你還能夠打多久 你能夠打一個禮拜 還是打一個月 因為你幾次的交戰以後 你也損傷殆盡 所以你的國土本土還要再把部隊再調過來 可是你現在美國的國土有多少部隊 沒有多少部隊 第二個你本身的造船廠已經很弱了 而且弱到不得了的弱 你製造船一個航母要用掉你七年 一艘一般的導彈驅逐艦要用掉你兩三年 你要什麼時候才能夠把船補齊 所以這個戰爭要打兩三年 你美國人打得起嗎 當我問到這裡的時候 我想觀眾朋友應該就恍然大悟了 也就是你美國人打不起這個戰爭 也死不了 也死不起這麼多人 你也沒有這個國防工業能力 你也沒有這個軍隊這樣的一個消耗 那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我們就要問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覺得你介入台海的戰爭 你能夠獲多少力 那你的支出跟你的獲利 不成比例的時候 你認為美國人的這一本帳不會算嗎 當然每一個人 美國人基本上幾乎都是商人 精打細算的 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 我們分析到這裡你就可以知道 在民調裡面 只要稍微會算帳的美國人 都知道這場仗打不起也不能打 那說要打的人就叫他出來打 因為那些人就不會出來打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是募兵 他們都是找那窮人家 黑人 或者是窮的白人 他們來打仗 他們有錢人才不會來打 你注意試看看 美國人打仗的都是那些窮的 白人跟黑人 以黑人為主 對美國真的會來派兵來挺台灣嗎 大家台灣很多人都有一個大問號 那說到了戰爭的這一塊呢 來看看 岳老師您看看 那個現在最近呢 也被說有沒有兩套標準呢 俄羅斯的女高音來看到的是 安娜聂布科 她即將要登台灣舉行了音樂會 結果台灣民進黨立委王定就說 哎呀他是俄羅斯統統普丁的好朋友哦 所以不應該出現在台灣的國家音樂廳 讓文化部立即取消 好那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你要不要兩套標準 你會不是兩套標準呢 普丁最近呢 有授予美國好萊塢的武打明星 史蒂芬席 國家友誼的勳章 然後呢 現在來看到 你如果說這樣子 你要取消他的演出 那台灣要不要也是這樣好 也是要踏伐這一位呢 武打明星嗎 但是你敢踏伐嗎 我們來看到 1997年的1月29號的時候呢 台灣這邊李登輝總統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有今天當天的時候 有接見了美國這一位隱星 就是史蒂芬席格 然後呢還說 他是一個愛心跟慈悲人類 最重要的特質 所以呢來看到 那你叫人家取消這個音樂家 那這一位呢 這個消息 我覺得這個王定宇還做個立委 簡直是 真的有點像是拿F22 打那個氣球一樣 你這個立委所做的言行 都代表國家 這個 這個俄國的這個女高音 會受到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國家音樂廳的邀請 來演出 那一定是水準很高的嘛 這個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藝術上 藝術歸藝術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因為他是普丁的朋友 然後就要取消他 人家都快登台了 你一直取消 你要了解 這個藝術喜歡的朋友 他們藝術就是藝術 政治就是政治 要分開的嘛 你經未要分明嘛 對不對 那但是有一種情況 就史蒂芬席格爾的話呢 他做的事情 倒是很好 因為他有名嘛 他有名以後呢 然後他喜歡誰 他有他自己表現的意志嘛 然後他自己是一種 一種比較 麻糬的 武打明星的形象 我滿喜歡看他電影的 他這長得非常壯啊 對不對 現在年紀大了 就是說所有強調自己這個勇士型的人 基本上的話 對普丁印象都比較好 因為普丁也喜歡來這一套嘛 我們就漏的背榜啊什麼 還前一陣子有人說他極熊 後來知道是假照片 所以說我覺得的話呢 我覺得最倒霉的就是這個 孽翠布格 人家這個明星的話呢 已經歡迎他 我們是不懂啊 我們但是對於藝術懂的人的話呢 我必須要在這邊強調一點 這個鵝烏戰爭打了一點多 一開始制裁的時候 連天鵝壺啊 什麼波斯貓啊什麼 什麼通通都制裁 這個莫名其妙嘛 就是今天呢 我們看到一個消息 就講說 這個大陸的話就是這個 這個樂樂壓壓什麼 在被美國養得瘦肉不堪啊 然後人家就講說 那乾脆把他帶回來算了 留在美國幹嘛受罪 然後呢大陸外交部講說 球貓沒變了 是美國人的心態變了 那這個就是政治影響到的一些 不應該受到政治干擾啊 我認為這個王定宇 如果你還要想當這個立委啊 你最好要展現出一種程度 代表國家講出去 讓人家說沒有話說事情 你這個事情翻譯成英文 然後一聽覺得非常奇怪 你一開始就不要邀請就算了 你就是請了快來了 快上台了 你搞了個半天話突然發覺 是普丁的朋友又怎麼樣 他是俄羅斯人 俄羅斯的語言手什麼的 對不對 我們這裡還有一大堆人 說不定還受過這個蔡英文的獎勵啊 什麼的 但是另外一回事啊 對不對 人家自己本身心裡怎麼想 要擁有人家自由啊 對不對 你是號稱尊重人家個人 認同的自由 你現在居然以人家外在的行為 來取消人家那個表演上台 這個實在是一笑大方的事情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 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